好看一下我们的第八十四主单词 不只是边缘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这单词什么特征呢 好你看一下 来自于边缘有关的单词 首先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converge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汇集和集中 好来自于哪个词根呢 来自于word word呢作为单词讲 表示的是边缘 所以呢词根讲表示的是翻转 大家先看 那么指的边缘容易转 容易呢叫出现窝边形 想看翻译 word 是不是窝子 word 是吧 所以大家知道呢 这个单词呢 注意呢 词根讲叫转 好 那么大家知道 共同的转到一起来 是叫converge 它表示的是汇集和集中 汇集和集中 好 大家知道海呢 有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叫三亚市 好 那么在整个地图上面呢 是两条河流 汇成一条河流 在地图上变成一个丫头的丫子 所以叫三亚 但三亚一定是个土人 但是呢 如果说三亚 就变成了旅游圣帝 度假圣帝了 看到了 所以叫两条河流 共同的汇成一条河流 叫converge 表示的是汇集和集中 就是它了 汇集和集中 好 那么今天有位 还会见到谁呢 叫做diverge 对不对 di自己呢 人家讲过 ds2 为什么呢 一单词没有方向性 di和bs一个同一个单词 叠来倒去 同个单词 所以呢 diverge word就比较转 向两边转 所以表示的是不同 不同哈 今天的你和我 到底有哪些不同 对不对 叫diverge 表示的是不同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像两边转 叫路不同 不相为谋 是吧 所以叫表示的是不同 所以九二九四变成了什么呢 分歧 好 那你们到了美国以后 很多同学呢 你会发现 尤其是男女呢 同学 男女朋友 一起到了美国以后 分手的机会呢 高达75% 有人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字好 到后来呢 人们就出现了分歧 因为既然接受 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呢 男生相对固执一些 变化慢一点 而女生呢 相对来讲呢 叫做灵活一些 变化快一点 所以到这个结果呢 你会发现 那么大家呢 就慢慢的产生了分歧 也就分手了 所以叫做diverge 好 那我亲眼见着呢 一队队情侣走出国门 好 之前呢 两个人手牵手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走出国门以后 不到不出 之前十年的感情 好 到了国门 不出半年 好 两人就分开了 十年之前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十年之后 两个人呢 成为了好朋友 是吧 所以你看 他们到了国外以后 受到不同的魔法的冲击 好 开始去了分手现象 好 跟握着有关的 握着本身叫边缘 对不对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咱们继续看 这代叫frange 对不对 它比较什么呢 刘海 刘海是头发的边缘 叫刘海 对不对 那这次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这么白 叫frange 好 可以这么去背她 你看 前面是飞 后面是个戒指 大家知道 大眼睛的女孩子呢 其刘海的女孩 特别容易拿到戒指 因为男生呢 喜欢大眼睛的女生 因为眼睛是心理的窗口 但你看 一个女孩子呢 长了一对大眼睛 对不对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内心世界 男生喜欢这种的 而呢 你可以发现呢 小眼睛呢 女生呢 如果眼睛特别小的话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呢 输个奇流汗 根据相对原理 对不对 脸显得小了 脸显得小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的眼睛显得 自然也就大了 所以你看 奇流汗的女孩子呢 非常容易把自己嫁出去 非常容易呢 叫做 获得戒指 是不是 所以你看 Fringe 表示的是流汗 对不对 女孩子呢 眼睛要大一些 男孩子呢 眼睛要小一点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可爱 你看 两只眼睛像像桑鼠一样 多可爱 对不对 如果咱俩大眼睛 像个苍蝇一样 你发现没有 所以呢 男生呢 眼睛要小一点 但是诸葛亮的老婆 阿丑 你们知道吗 当时呢 诸葛亮呢 跟呢 叫做阿丑的爸爸 聊集天下大事的时候 眉飞色舞 当时阿丑看见眼里 那么在诸葛亮呢 出门的时候 送给诸葛亮一个羽毛扇 说诸葛亮呀 对不对 说亮啊 对不对 那你猜 我送你羽毛扇是干嘛的 那么诸葛亮说 是不是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呢 他说 这姑且算一条 但最主要一点是 出一个男生而言 不能喜情于色 不能让所有人 能看出你的内心时间 所以呢 这个呢 送给你是干嘛的 遮脸的 每当诸葛亮 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 都会用呢 羽毛扇 遮住自己的脸 对不对 那大家请你看 你看到我现在是哭 还是笑呢 也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当然对于男同学而言 如果长特别大的眼睛 一样的会暴露的内心 因为眼睛是心里的窗口 所以呢 在这一刻 记住 也许男生小眼睛 更迷人一些 对不对 小眼巨光 是不是 好 不说了 女生戴眼睛 前面叫做Border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的是边界 国家的边界 对不对 那可以准备呢 前面是B 后面是Other Other表示什么 叫命令 大家请你看 命令去保卫的地方 是叫国家的边界 命令去保卫的地方 叫国家的边界 对不对 大家知道呢 在这一刻 在美国呢 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 叫墨西哥 新墨西哥州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领土 这是新墨西哥州 而这一块呢 是墨西哥 对不对 所以墨西哥人 特别的郁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条线 导致结果 这些这个州里 生的小孩呢 美国政府给养着 而这里边呢 墨西哥人呢 过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 非常贫穷 所以非常不甘心 所以他们经常呢 到边境线越近去生小孩 如果生在了美国 那就美国公民 因为美国是属地原则 如果生在了墨西哥 对不对 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自己去养 所以呢 他们都采取这种方式 越近生小孩 看到了 所以呢 叫做命令你呢 去保卫地方 所以美国大兵呢 就在边境线上干嘛 保卫这个边境 防止女生呢 过来生孩子 他们也是挺无聊的事 所以你会发现呢 当这个女人呢 大家注意到生孩子的时候 对不对 她会怎么办 她会呢 跑过去 对不对 当兵走过来的时候 她会跳回来 对不对 那么大家知道 就隔一条线 可是呢 你的兵也不能过来 因为你过来叫做侵略 你带着武器的 而我最多算越近 所以呢 大兵走过去之后 我又跳过去 继续生 对不对 大兵再回来 没生出来 我再跳回来 对不对 来回跳 所以呢 你会发现 有的女生呢 在跳的过程中呢 就已经小孩出生了 所以呢 美国人有个规定 如果头先出来的 对不对 美国公民 如果脚先出来的 对不对 那就是墨西哥人 好 所以你看 命令去保卫的地方 叫border 国家的边界 对不对 也是挺独特的现象 现在叫margin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 报纸的边缘 书边 纸边 帽子边 对不对 叫margin 对不对 杂志怎么说 magazine magazine叫杂志 对不对 杂志的边缘 你看都是MA开头的 是不是 由于我们的利润太薄了 就像边缘那么多 所以呢 它表示什么叫利润 利润太低了 对不对 只有边缘那么多 叫利润就太了 叫margin 所以呢 converge diverge wordge fringe border 还有我们知道margin 对不对 其实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rim 叫边缘 对不对 也给大家讲过 那种词 不说了